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拯救小繁东的机会 一直以来繁东都是受到坏主客的影响 大家都受了不少繁东受到伤害 今天终于有人站出来为繁东说话了 很多人也会觉得说繁东都是赚钱的 但好像在加拿大做繁东做老板都是吃力的 都是吃都是卖力的活 是不是 这不容易 那今天的安省这个小业主学会叫Solo 他在集会中呼吁说提供更好的方法来保护小业主免受巨付租金的租客上侵害 那今天在参与集会的有来自各族裔的一百多人 包括几十个华裔 在在审议会前就是他们在审议会前受害者代表所有领导人发言 然后从议会大厦出发 沿着多伦多主要街道游行 一路上有人带头扛口号 过路的司机 汽车司机不是鸣笛支持 就是在一省议会前 这个成员说我的房客拖欠了2.6万元的租金 还烧毁了他的房子 他们所说专业租户真的在利用这个系统 而且他们真的很擅长 对了 是了 就是目前的坏租客的情况很糟糕 房主呢遭受盗窃 热索暴利 财产损坏 房东租户委员会 作为解决住宅房东和租户之间的机构持续拖延 就变成了这类租户的借口 是啊 这个房东租房管理委员会 现在听说排期都排到6个月以后了 就是比疫情期间稍微好一点了 但也是排的很长时间 对啊 因为LTV的程序需要很长时间 有的要8到12个月 不是6个月 8到10个月 厉害 越来越变越变越长了 他这个系统就完全没有为小房东伸张正义 就是说 他呼吁这个房东租户委员会 更坚定迅速的达成解决方案 不再就无争议的 不付租金举行听证会 从而便于驱逐 重复欠租的人 就是他有的人就被驱逐去 马上又找一下一下 然后又继续欠租 就是熬不下去了 然后拿一个赔弹金就走了 然后又去骗下一个 然后下一个还继续骗继续不付钱继续租 其实我觉得在安省租房 好像没有什么合同的自由 你租给他了 你又不能随便赶他走 对 保护的有点过分了 就被装漏洞了 他们说LTV的程序需要很长时间 如果你有一个房客没有支付租金 房东已经申请驱逐了 如果房客没有出示 他们在两个月内支付租金的证据 那么就驱逐 这就是一个文书程序 就不要就是在那一直讲辩论什么的 是吧 长期以来房东都没有合同自由 没法从违反合同的尝试的坏人 攻击拯救自己 就是说欠租不应该成为坏租客的特权 所有不付钱的人都应该一个月内受到驱逐令 长时间等待欠租的听证会就 就是就是没有意义的 然后而且都知道坏租客在违反租业的时候 有充分的保护 可以随时自由离开 不受惩罚 房东没有权利享受 约租约 业主必须争取合同中的公平权益 对 而且现在那个租户啊 好像他没交房租了 就没交房租了 也没有纳入那个征信系统了 所以他们好像作恶了也不用负负担什么责任似的 对啊 像我们信用卡有时候忘负了一个月 不仅仅有罚款了 还得上征信系统影响信用 贷款都不好贷了 嗯 就是房东租户委员会就说 2022到2023年 他们就收了超过7.3万份申请 然后结束的时候 还有5.3万件 实际说他们一共省理了 二2万份一年最多的但是现在已经有已经有这么多基本就是几万份在那 然后他的大大多都是租金纠纷 如果进入审理程序就可能需要两年以上才能举行听证费 就是实际上LTP大约70亿的案件是未支付租金 事情就这么简单 就可以减少 你没支付租金 你就可以直接驱赶是不是 对 没有必要在等这个开开停然后才能驱赶 就是感觉这个被人利用了 就是很多小房东就没有资源弥补损失一些业主就没有别人选择只要出售房产 然后就意味着在需求很大的市场呢减少供应 就是说因为你要出售房产 然后呢就是就出租的房子就少了嘛 然后就他说我们的斗争是全面的但存在不公正的就需要改变 然后他们是从神域会者LTP 然后举行新闻发布会 对下面有一些活动现场的一些视频 一些图片 可以看一看 就是各个组的也都有 也不只是也看来也不是只是这个华裔是吧 其实各组的都深受起来 对 就是这个其实就是一个一个问题就是说 嗯是不是需要等待这么久 但一个机构机构已经没有能力处理的时候 他是不是需要简化程序 或者说需不需要反思一下这个 在为什么会造成这么大严重这么大的延迟 嗯 更多是应该怎么办 你看有的人一线都欠好几万块钱 这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对吧 其实我们也赚钱就是 房价现在也 也是房东也负担很重 其实并没有那么多钱 几万块一般普通人被拖欠几万元租金的时候也是很 很惨的 是 就是我希望这个LTB 他现在已经成为一个公开的秘密了 就是他现在就会有所以说所谓的一个推墙效应 就是如果大家都知道这个东西很烂的话 他会越来越烂更加迅速变烂 所以要阻止他变变烂的趋势的话 那么就应该是就是要有一个 有一个阻止他办法 尽快的阻止他办法 不然的话到等到他已经形成一个趋势的话 那么会有更大的受影响 房东现在很多是不愿宁可不租房子 也要宁可那个赔钱也不想再租房子 也不租给别人 因为风险很大 那么这样的话就会导致减少供应 那你希望大家都好好的 就是就是开心的 就是做这个租房和提供供应和租房和房东房客 这间关系好 那么其实一个健康的系统是很重要的 对是的 如果不健康的话 现在特别有些房东 他就不租给那些刚来的 没有什么真心的人 而且他有时候会 虽然这是不是很合法了 就是暗示你要交交多一点的 提前预交多一点的房租才租给你 特别在市中心的有的要住那个公寓 有的要交一年的租金才租给你 当然了他不会主动提出了 就是说如果是租客主动给的话 他就会优先租给这种租客 但是他们碰到坏租客 下场都是一样 就是碰到坏租客 你怎么样也不会好的 对 但是他至少能够有一年的租金在手 至少能 那最后还是会赖很久 他可能在到期的时候就不在乎了 但至少你能提出这么多资金的人 可能会相对好一点 有可能 但是真的也都很难说 所以说现在更多是希望这个系统变好 然后这样的话健康的发展 就是政府也要有一些作为 然后能够改改善一下这样的条款 或者流程 然后让这个广大小房门也等日子能好过 也不然一下经常损失 这个就变得一个很大的风险 好 那我们今天就关于这个一个新闻 就是这个多伦多华人集会 其实也不是多伦多 是安省小房东门在今天的省政 省议会发展举行这个集会 关于这个 呼吁政府进行改革 帮助业主和好房客的这个新闻 就聊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请多点赞 关注转发 打开小银铛 欢迎加入我们的会员频道 和discord讨论群支持我们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我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